院墻豐富的金礦 吸引各國業者爭相開發 為哥倫比亞帶來不少收入 但也成為歹徒寄予的目標 就連中國礦業龍頭也遭殃 以國際化為基本戰略 項目遍及一帶一路沿線的 十四個省區和海外十二個國家 華爾街日報報導 位於哥倫比亞的 無理蒂卡廣金礦場 最新傳出中國礦業龍頭 紫金礦業遭毒販搶奪 損失高達三點二噸黃金 價值兩億美金 相當於新台幣六十五億元 我看網上說 你們紫金礦業被販毒集團 掠奪三點二噸黃金 以前其實我們也披露過這個事 不是現在的事 是有存在的非法採礦組織 在我們外圍在非法採礦 儘管業者低調回應 但紫金過去就被爆出 違法開採超過六百萬噸礦石 收益超過四十億人民幣 二零二零年買下無理蒂卡礦場 所有權後成為犯罪集團 眼中的待載肥羊 當地政府卻愛莫能助 報導指出當地民兵組織武力強悍 人數約有七千人 與非法礦工與匪徒合作 控制整個礦場 長達四十八公里的礦道 強大的活力也讓紫金旗下的 安全部隊束手無策 儘管強調員工待遇優渥 但在當地充滿匪徒的環境 生命與高薪 只能二選一 在地匪徒火拼跨國企業 爭奪礦產龐大利潤 紫金礦業損失慘重 態度卻異常低調 是否牽涉更多不法情勢 引起外界好奇 展新聞 盧瑞宏報導